引擎可说是汽车的重大基建之一 也可称之为心脏 一部汽车少了引擎哪里都去不了 从第一部汽车开始研发 至今已经超过一个世纪 从机械运作的方式到现今精算的电脑运算 都代表着每个不同时代的进化 而今天小编要分享的是传统引擎的运作方式 自然吸气引擎的运作原理 我们都知道引擎的方式可分为几种 分别是自然吸气 温轮 机械增压 油电混能 纯电等等 但一般市售车都为自然吸气引擎为主 因为成本低以及技术成熟 借此被车商们广泛运用于市售车辆 引擎和我们的呼吸系统一样 运作时需要吸入空气量 引擎在运转的过程中 引擎以自然吸气的方式吸入引擎燃料室需要的空气 而自然吸气引擎的吸力来自于活塞下的运作时产生出真空 将外界空气吸入引擎 气缸会在进气的过程中加入燃料而形成运作方式 至于常听到的多少cc或是声 则形容气缸所能累积的气体量 也称之为吸气量 引擎越高转速吸气量自然越多 引擎表现自然越出色 但毕竟自然吸气引擎靠中空方式吸入 在气缸容积为持不变下 相对吸入的空气量自然有限 换句话说引擎排气量越大 输出表现越优异 当然这只是限制自然吸气引擎的法则 这也让车商们开始发掘引擎的极限 透过加入可变证实气门技术 能让引擎在进气的效率提升不少 这方面本田可是忠实粉丝之一 VTEC技术让它明镇八方 即便如此 自然吸气引擎仍然无法摆脱其宿命 就是引擎是以被动的方式吸入气缸 完全依靠活塞运动的镇压 仍然不及涡轮引擎的强制吸入空气般有效率 加上小排气量搭配小涡轮 能缔造出高输出的特色 于是让车商们纷纷开始导入涡轮引擎 取代传统的自然吸气引擎